我是彭彭,是一個空間設計師 2016年,當我發現這個小戶型的時候 它非常非常的小 是一個只有36平米的小Loft 很特別的是,它長框高都是6乘6乘6 幾乎是等距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我覺得就像一個魔方,基本上就屬於秒定了 本身我是住在北京的中央別墅區 本來想在這邊投資一個離家近一點的商鋪 這個房子離我的生活半徑很近 前面帶一個20多坪的私家的小花園 我就捨不得把它拿來做投資了 就想把它用心的裝修 然後姐妹們開Party 或者是閨蜜聊天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是希望整個一層是一個完全沒有牆的感覺 在一個小戶型裡面也能夠實現大戶型的居住體驗 核心位置是一個會客廳 我給它做了四種高度 不同的高低層級 人和人之間違和式地坐在一起 有人坐在沙發上 有人坐在地台上 高高低低地聊天 形成一個非常溫暖的社交的一個違和區 因為原來做了很多年的時尚雜誌主編 對時裝、對替台的一些感情 用到這個小小的空間裡 選用了綠色和紫色 這個顏色是非常冒險的 它的飽和度又很高 在室內裡面很少用 但是在時裝裡面會經常用的顏色 我一般會在2000平米以上的別墅 才會用這種弧形的 這個鸚鵡螺一樣的旋轉樓梯 就是蠻韌性的 靈感是來自於T台上面 模特兒走在盡頭的時候的一個美好的轉身 它的裙擺還有袖子 都能夠形成這樣一個完美的弧線 整個我們的弧形地台 把一樓和二樓連接起來 在這裡面搭出一個小舞台 有朋友來了在這裡面彈吉他 然後施朗送 甚至是也可以在這兒走秀 哪怕是來了十幾二十人 都可以有一個很舒適的狀態 地面的材質 我們用的是編織地板 時裝裡面的一個材質 它的晶線、尾線都是我來去精心挑選的 冬天有地暖的時候 沿坐在上面是很溫暖的 二樓也是一個小小的休息區 還有一個衛生間 它有點像一個太空艙的感覺 身邊的朋友 他們來到以後就很驚訝 沒有一個人相信這個房間只有36平米 它成了大家一起享受 歡快時光的一個固定的小空間 它也讓我看到了生活的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有一個人的話 那麼來自我去看看 其實我們會在�在另一個時間 你也會看到